李队长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领导者 关东汉 好男人的气质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各三女沟通了 协调了 担当 有亚 很能慧眼识人 是一个能够带兵的兵 团结吸引了近千人 围绕在他身边 他报喜不报忧 他很多时候 他很多事自己就扛了 有时候可能脾气稍微要急一点 他就是有点过于完美 还有就是比较空 今天的周立会 主要有三个议题 我们帮福的孩子 也是非常简单 父母早亡 父母残疾大病 孩子残疾大病 福星因缘之女 我们这三百一十七个孩子 那个不变 大伙一会议一下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往上提 我们一般都是由志愿者 去实地考他 提出来某个条件 得达到全票通过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确定 是一次性止住 还是长期止住 甚至于说是不止住 咱这么得 咱那个举手表决一下 你说同一巴巴还得举手 那个全票通过 那这样的话 咱们那个举手的住院 从那个7月1号开始 昨天几点到家 这段时间生活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学生 都知道 不仅是在高中 即使上了大学 我们仍然有爱心存在 在对我们进行的 这样的一个后续的这个资助 所以还是特别感谢您 因为我们也是在 一直在跟踪 把这个信息 那个记录一下 现在已经是大一下学习了吧 上次新闻考试成绩怎么样 考试还挺好的 这是对你的资助款 请您收一下 这大学生活 现在适应没 适应没 出女朋友没 还没有 不好意思说 在那个助学过程中 灌注父亲原子女项目 到目前为止 一共长期关注是29个父亲原子女 没事得都跟家里多聊一聊 尤其那个跟你母亲 我们因为他们父母犯下的错误 跟孩子无关 他们也需要我们社会的关爱 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打电话 咱们当朋友一样想出 来报一下 好 咱们今天到这个浑河岸边啊 咱们去继续检食垃圾啊 咱们就是巡河护河 我08年经常到那个河边山路 看那河边这个垃圾啊 保护母亲河的活动 就是觉得是把这个垃圾清走 环境好一点 丑子得劲点 我的群众呢 以为我是那个就是环卫国 我说我也是那个普通百姓 我说那个河边太长了 我才那个捡的 时间长了呢 有的人看着这个活动呢 也挺好 也跟着我就是一起捡 这个队伍是日渐扩大 志愿者 那个现在的护河呀 都基本上要失业了 现在你看我们走这么远 垃圾一径就是不躲见了 城市建设的这个发展 现在就形成有缘维护了 票服务也都没了 案也绿了 谁也请了 活动中 我们可能有一种共识 也为安心走到了一起 我是2019年的时候 在新闻当中 了解到巨沙公益的 每次巨沙在群里有活动 只要我有时间 都会积极参加 带领孩子也参与这种公益的活动 用我们的力量 去保护我们的家乡 小朋友 你没有免疫在外面啊 来 六年来 煤矿博物馆研学活动 西路天采矿坑 从历史上 一百年前 我们辅税银是怎么开采 到现在形成绿地 远有的那个煤矿工业 转型 把我们的环境也改变了 站着排坐电梯 别帅了啊 别挤 别挤 我们刚才参观了博物馆 我们那个西路天逛坑 长是多少 快是多少 有小朋友知道的吗 那个长是6.6千米 或者是2.2千米 你这帮小朋友 在那个A13 我们每年种一个区域 咱们现在整体的植树面积 达到了一万两千多亩 大多数留所儿童 我们领他们鼓来 志愿者陪伴着他们 我们的行为可能要改变他们的一生 看家想变化 走进自然 走进社会 通过演艺学院 能把这些知识 它真正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 打开自己的视野 尝开自己的心扉 这样的话 对他的生活 是个非常积极的引导 通过这次活动 树立了孩子 这个爱家乡 建家乡 这样一个信念 腐顺被称为梅独 然后有这么多的梅的资源 然后感觉到非常的骄傲 非常自豪 谢谢叔叔阿姨 以上我的陪伴 我希望以后 有更多这次出来玩的机会 让我揭示更多的指示 我就职于古顺十二公司 十二厂排水车舰 因操作员岗位 企业也是培育了我 让我们能在社会上 以及生活中 得到富足 聪明的胜利 别着急 一会儿一起吃 别吃了 别吃了 不过我哪有 我们的班主 我属于最年轻的 年轻 牛额 牛额哪年推 八分钟退休了 八分钟正式退休 我对企业感情 是非常深厚的 我真正拿十二厂 当作我自己的家 再过几年 我可能要退休了 我也希望 我能永远地带来这个企业 为企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现在的温度明显的就高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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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这个 从水 从这温度下降之后 跟蓄水池再经过管道 那个 壮就打回到壮子里去 做工艺 一个是本职工作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一件事 作为一个车舰的领导 我其实非常愿意 像车舰的人 特别像黎师傅这样 年富力强的人 留在车舰 留在岗位 否则是雷凤的第二故乡 更是雷凤城 黎师傅 作为一个雷凤精神的一个象征吧 一个执行者 一个践行者 他做的 我觉得是对社会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叫李德鲁 今年52岁 我获得这个2023年 三季度的一个中国好人 我感觉到这个只是个开始 我以为雷凤精神 跟志愿服务是一样一样的 奉献 友爱 互助进步 这也正是志愿服务精神的 八字之言 立足于本质 我们是利用供余时间 力所能及的服务社会 大手大小手 我们共同来传递给每一个民众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支运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切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 你是否抚育了有用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 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如果你要告诉我 什么思想 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 你既然活着 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脑洞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我想问你 为未来带来了什么 在生活的仓库里 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 你不应该是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这兵库里 我看你了 我看你真的